你知道顶级小偷是怎么偷东西的吗 只见小偷侧头走上前 到身边后看一眼他的眼睛 小偷竟已经成功到手离开 而黑哥摸了下口袋笑了 听到这话黑哥脸色瞬间变了 打开钱包里面果然已经空了 钱竟真的在小偷手中 原来小偷名叫小帅 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适血 这天他就盯上了一个女人 经验告诉他女人的包里肯定有好东西 加上女人刚好在监控盲区 小帅上前轻松的就偷走了包包 但很快小帅就失望了 因为包里就只有一顶假发 一个玩具熊和一部手机 在拿上手机后 小帅一脸郁闷的就把包扔进了垃圾桶 而小帅不知道的是玩具熊 其实是个定时炸弹 果然小帅刚走出去 没多久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 小帅被炸猛了 可当他起身看向后面爆炸的源头 进食垃圾桶 再看向一旁被炸伤的人群 小帅有点慌了 于是连忙逃跑 随后制造炸弹的恐怖组织 虽然不明白为什么炸错了位置 但还是发出了威胁 而36小时后正是法国的国庆日 小帅就这样意外卷入了一场恐怖袭击 很快小帅扔炸弹前的照片 就被送到法国安全局长的手中 局长决定把照片发给了 美国中情局和国际刑警 想让他们帮忙调查线索 第二天小帅一起床就发现 自己竟变成了恐怖分子 炸死了四个人登上了新闻 并且警察还悬赏起了小帅的线索 他再也待不住 在拿上自己长期偷到获得的赃款后 小帅就准备离开这里 可一出门 他就发现楼下竟然有人在调查自己 见状男主为了逃跑 只能走向了楼顶 可好巧不巧小帅摔了一跤 意外让调查的黑哥发现了自己 一场追逐大战随之开启 不过很快小帅就混进了人群中 赶来的黑哥瞬间就丢失了目标 此时小帅正戴着墨镜 在通过镜子确认黑哥的位置后 小帅就盯上了一个摩托车车主 于是小帅直接上前通过撞击加眼神 成功分散车主注意力偷到钥匙 随后小帅骑上摩托车就准备开溜 结果下一秒黑哥进一拳把小帅打了下来 就这样小帅被逮捕了 可他发现自己竟然没在警局 原来黑哥是中情局的特工 中情局通过安全局长的照片 发现小帅竟然是美国人 为了不让美国卷入境这场 针对法国的恐怖袭击 于是中情局就派出黑哥秘密抓捕小帅 准备搞清楚情况后好给法国一个交代 随后黑哥就开始询问各种关于恐怖组织的问题 被吓傻的小帅连忙开始解释 自己是个职业小偷 并把偷包的所有过程全说了出来 可小帅在巴黎没有任何前科 监控也查不到小帅的盗窃过程 黑哥明白小帅要么就是小偷中的高手 要么就是满嘴谎言的骗子 于是黑哥就准备试试小帅的身手 结果就出现了小帅开头那招 钱包还在诞前已经没了的神迹 黑哥这下终于相信小帅了 那个包的主人才是破案关键 而小帅在回去的途中顺手摸了把小包 可就在黑哥重新控制小帅时 门铃却响了 黑哥就这样出去了 小帅笑了 手上直接开始了动作 而来到门口的黑哥 看到门外两人的驾驶就知道不对 原来这两个暴徒定位了女人的手机 现在前来是来灭口的 可暴徒看到黑哥后也有点忙 直到小帅从后面逃了出来 被暴徒看到 暴徒瞬间明白这人不仅偷了炸弹 还偷了女人手机 为了防止暴露 暴徒直接动手 小帅趁机开溜 而黑哥已经开始和暴徒们开始了大战 场面十分焦灼 这时一个暴徒发现有人已经在报警了 于是他上前一脚踢晕黑哥后 就急忙离开了这里 此时的小帅找到了他在法国唯一的朋友 他叫巴巴 是小帅的收赃人 小帅求他帮自己找一个藏身的地方 巴巴痛快地就把小帅藏到了楼顶 结果巴巴一出去就把消息告诉了警方 而特警队的队长竟就是暴徒 现在队长还下定要以携带武器为由直接射杀小帅 手中也已经准备好了污蔑小帅的武器 很快特警就包围了小帅 此时小帅也发现了特警 他瞬间就慌了 小帅想逃 可门已经被巴巴锁死 就在关键时刻小帅发现了个暗示 在踢开木板后 小帅就爬了进去 此时特警已经上楼 小帅在把躺椅拉进后 特警也冲了进来 小帅连忙从里面的楼梯逃走 结果小帅刚出来 他的胸前就出现了红点 没错一名狙击手锁定了他 就在队长下令开枪时 老黑出现就走了小帅 接着黑哥就告诉小帅 我们要找到那个被你偷包的女人 你要指认他才能洗清你的嫌疑 所以你现在给我安分一点 随后黑哥通过中情局 找到了女人手机中的一位联系人 一见面黑哥就察觉到了不对 果然女人就藏在里面 她叫小美 光头男刚要关门 黑哥就冲了进去 有人想帮忙 黑哥直接给他了个大笔动 在把枪塞进了男人的嘴里后 男人刚想询问小美在哪里 外面竟有人放火烧黑哥的车 黑哥赶出去一看 车子已经报废了 另一边一群人已经带着小美 骑着摩托离开了这里 随后黑哥掏出手枪 直接抢了一辆出租车 带着男主又追了上去 此时小帅通过小美手机里的照片 认出了一个白发男工作的酒吧 于是黑哥带着男主就赶到了这里 果然没一会儿这个白发男就出现 为了找到小美的位置 因为黑哥已经暴露 黑哥在一顿威逼力诱下终于说动小帅 让他出手 一进入酒吧 小帅就查看起了环境 接着小帅在拿上一张报纸后 就坐上了吧台 并把一人的手机 放进了另一个人的口袋 马上一旁的壮汉就发现手机不在了 于是壮汉让朋友拨打自己的电话 下一秒手机铃声响了 黑一男无情背波 两匹人马顿时吵了起来 随后小帅轻轻一推酒杯 白发男刚想出来劝奖 结果就泼了别人一声 场面顿时一片混乱 就拿到了白发男的钱包 接着在拿出里面白发男的身份证后 小帅随手就把钱包给扔了 黑哥看见后十分满意的 就赶去了身份证上面的住址 结果在路上他们却看见大批游行的群众 原来就在刚刚 特警队长让手下拍了个 警察暴打群众的视频 并发上了网络 这瞬间就引爆了舆论 没错特警队长此时正谋划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此时黑哥小帅两人也赶到了住址 一进入 小美竟从后面冲了上来 劫持住了小帅 但黑哥看见小美这个样子就知道 小美根本不敢杀人 于是黑哥放下枪并让小美赶紧动手 结果小美一个不注意就被黑哥直接制服 小美见黑哥这么凶 马上就坦白了一切 并说出了给他炸弹的人 结果等黑哥找到给小美炸弹的人后 黑哥发现他已经上吊死亡 接着黑哥就看到了男人手上的纹身 并在书架上找到了男人的特警证件 这瞬间让黑哥明白了一切 这群恐怖组织竟是法国的特警队 于是黑哥就把情况告诉了上级 上级明白这已经不是他们能处理的了 他决定让安全局长处理 第二天 上级就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法国安全局长 并打算把小帅小美两个证人都交给局长 结果上级在安排完交接地点后 局长竟直接开枪射杀了中情局上级 随后局长就打电话给特警队长 让他去杀了黑哥三人 没错局长就是他们真正的头目 很快一辆特警车就开来 接走了黑哥三人 也就在途中小美发现一名特警 正是之前私下见过的恐怖分子 于是小美联盟用眼神提醒黑哥 黑哥看向一旁 结果就看见了特警手上的纹身 黑哥明白了 这时特警就把手伸向了衣内 黑哥见状瞬间出手 在几人纠缠过后 没想到司机竟率先中枪丧命 副驾驶在稳住车辆后 钢胆去车厢支援 结果黑哥掏出手枪 邦邦两枪 终于解决了对手 见这群人要杀了自己 黑哥明白女上级估计也已经被局长杀害 此时特警队长派人操控舆论 让群众游行包围了法国国家银行 局长因此有了权限 派出特警队长的小队 前往银行内部保卫安全 收到这个消息后 黑哥一下子就明白 他们要偷走银行里的钱 于是黑哥为了报仇 直接就开车来到了银行 并准备一人单枪匹马地杀了进去 此时特警队已经完全控制了银行的系统 另一边黑哥穿着特警服已经潜入银行 这时的队长已经用电子货币的方式 开始把银行的五亿美金转入自己的U盘 而黑哥也到了银行大厅 和里面的特警打了起来 但黑哥马上就被特警给围困住了 小帅通过警车里的对讲机 也听到了里面的情况 两人为了帮黑哥 于是带头 引动游行人群冲向了银行 银行安保的防线瞬间被人群冲破 很快大批人群就冲进了银行大厅 这一下子就让特警分了心 被黑哥找到了破绽 马上黑哥就击溃了大厅里的所有特警 小帅在看见黑哥后也放心了 接着黑哥就来到了地下钱库 找到了正在偷钱的队长 而队长拿下U盘后 他的队员就扔出了证报弹 黑哥连忙退避 随后黑哥在队员的纠缠下 让队长逃了出去 此时特警队员基本都倒下 局长连忙打开电话让队长取消行动 可队长已经拿到五亿美元 现在的他根本不想放弃 并还威胁局长送自己离开 不然就和你同归于尽 局长瞬间怒了 这时黑哥在看到队长的电脑后 急忙就告诉在外面的小帅 有个人口袋里装着五亿美元 向你那里挠 是一个装在胸袋里的U盘 小帅一听这话瞬间来进 戴上了面具 同时队长已经走向了人群 而小帅已经来到了队长的面前 在轻轻撞了下队长后 小帅明显已经得手 等队长意识到问题时 小帅早已经远离了他 队长这时已经急了 可就在这时他竟然发现了小美 于是队长直接抓住小美 开始威胁人群 小帅无奈只好站了起来 摘下面具 一旁的警察瞬间认出了 这个上新闻的恐怖分子 局长健壮连忙指挥警察 把枪对准队长 而队长看见U盘后 也已经被冲昏了头脑 下一秒队长竟准备开枪杀了小帅 还好黑哥及时救下小帅 同时局长下令杀死了队长 瞬间人群开始了骚动 小帅健壮连忙起身 戴上面具 看了掩倒地的黑哥 小帅握紧U盘 但最终还是离开了这里 等局长想起小帅时 他早已经消失 事后局长因为摧毁了腐败警察团 被新闻点名表扬 同时小帅依旧因为爆炸案被通缉着 此时局长找到了小帅的收赃人 并让收赃人放出消息 有买家能收下小帅的U盘 教堂内 小帅来到了交易地点 而买家正是局长 小帅看见后也是惊呆了 局长让他不要紧张 自己是来做交易的 接着局长就拿出一本护照 并告诉小帅 自己还会给你一张机票 和十万美元现金 来换那个五亿美元U盘 小帅明白这个U盘就是个炸弹 现在除了局长还真没人感受这个 于是就同意了交易 接着局长就带着小帅进去了地下室 准备带他去取现金 可刚走没一会儿 局长就翻脸取出了手枪 结果下一秒又一把手枪出现 来人正是黑哥 局长这时只好威胁黑哥 把枪放下不然我就杀了你朋友 黑哥听这话笑了 直接一枪就崩了小帅 局长这下真猛啊 接着几名警察就冲了进来 直接逮捕了局长 随后黑哥就看向了小帅 果然他没死 子弹打到了他的防弹衣裳 故事的最后 小帅把真正的U盘交给黑哥 黑哥为了补偿小帅 于是就把小帅招进钟情局 给他了一个洗车的工作 小帅 我可以说 谢谢观看